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國監獄爆發大規模的武漢肺炎疫情的消息 今年2月被曝光後 中共對監獄實行了全封閉管理 監獄內實施現有執行幹警不輪換 外邪等其他人員一律禁止進入等措施 據稱大約有30萬獄警被封閉在監獄 很多人已經連續工作了40多天沒有回家 獄警家屬日前在微博開設相關話題 表達不滿和抗議 吸引了數百萬人點擊觀看 很多家屬表示他們等得快要崩潰了 有人說 真的忍不住了 什麼時候是歸期 昨天說今天可以出來 然後又通知出不來了 難道永遠不給一個時間嗎 還有人說 從28天到42天無期限 每次看著還剩幾天的時間就開會 然後又回不來 從希望到失望到絕望 真的沒人性 路透社3月18號報導說 在香港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中 大陸武警曾經參與香港警方的前線工作 到現場觀察這場抗爭 報導引述外交官和香港資深政界人士的話說 香港警方帶武警到前線監視抗爭者及其戰術 以加深對香港局勢的了解 中共國防部在回答路透社的詢問時 否認有中共武警在香港駐紮 但多名外交官估計 中共政府增強了在香港的武警力量 已經將在香港的武警人員增加到4000人 這比先前人們的估計的人數多得多 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當天對自由亞洲電臺透露說 從可靠的消息來源得知 幾個月前有大批的內地精壯男子 經特別通道進入香港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